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前老人开创了康庸前盛世 但是就是在乾隆皇帝任内 人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到什么状态了 咱们中国死守国土 不许跟海外交流 一片木板都不让下海 结果乾隆死后没个几十年 鸦片战争 我们彻底沦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所以一中天说 清朝的衰败根子上找原因要找乾隆 因此一中天气不过 还骂乾隆王八蛋 结果这一骂出声了 就在前两天 有一个号称是爱新觉罗后裔的人 人家说了 论辈儿讲 他得叫乾隆叫叔祖 那也就是说 乾隆是他爷爷辈儿的 他相当于跟道光皇帝一个辈儿 要说这个辈儿也够大了 人家说 我作为爱新觉罗的后裔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一中天教授大放厥词 甚至骂我叔祖乾隆是王八蛋 我非常生气 我要反击 凭什么你骂我的叔祖 你骂我的亲人 你对我造成了损害 因此人家要去告一中天教授 更有意思的是 人家不是到法院去告 他可能也明白 我到法院告 法院不可能受理的 哪个法官糊涂了 说你评价个历史人物也造成名誉损害了 人家写了这个检举信给海淀区民伟 人家挑了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人家说乾隆皇帝是满族 是满族出身的好皇帝 所以一中天骂乾隆 这不是骂皇帝 这是骂我们满族人 这是破坏民族团结 所以他希望民伟给他主持公道 您别说 他这个角度还真是够刁钻的 我都想啊 如果一中天有一天去骂周元璋了 那么诸姓的后人咋整啊 因为咱们没有一个能给汉人主持正义的机构啊 话又说回来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从来咱们就是可以争论的嘛 你认为乾隆皇帝不好 那我认为乾隆皇帝好啊 你认为乾隆皇帝阻碍了中国发展 那我可能认为乾隆皇帝是个古人 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苛责他 要求他 人家在自己任内做的好就可以了 以后的事那是他子孙没干好 跟人有什么关系 当然嘛 各种观点我们都可以争论 但是不能因为人家接了你祖宗的短啊 认为乾隆是王八蛋了 你就要求民伪出手 替你主持正义啊 如果这么搞的话 哎 咱这么讲吧 全中国十四亿人口 网上数个几百上天年 估计每个人都能跟哪一朝哪一代的皇帝老儿攀上亲戚 那么好了 以后中国历史甭研究了 研究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一大票人出来踏伐你 所以啊 我倒是建议这位爱心觉罗的后人 你与其有着功夫写检举信 还真不如自己好好研究研究乾隆的历史啊 你能写出漂亮的文章来 你跟易中天老师对抗上 也可能你的观点会被别人接受啊 总比拿棒子去打人家强啊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